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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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爱滋药费 酝酿改变为部分负担的政策规划 引起许多感染者的恐慌 到第二件 司法单位起诉同志感染者捐血的严重歧视案件 以及大家熟悉的第三件 台大器官移植事件 引发排山倒海的要求 想要在健保卡上注记感染者的身份 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都让我们看到 我们国家爱滋政策的粗暴 对我们这个舞台后方 总统府里面的马英九总统 你不能逃避责任 总统应该提出完整的国家爱滋政策 解决长久以来爱滋预算短缺 所造成爱滋教育匮乏 治疗经费不足的问题 就我所认识的神 他创造了这个世界 在我们每一个人是如此的独特而特别 然而在真爱联盟的事件当中 我们看见了非常多令人不公 愤怒 难过 甚至遗憾的话语 以及言论 我仅代表同光教会 向真爱联盟和众教会来呼吁 第一 在传讲神爱世人的同时 请不要另外一只手 把LGBT族群推开 别忘记LGBT族群 是你的邻居朋友与家人 我们绝对不能被真爱的这个伎俩 我们不能被他骗了 我们要看清楚 他们成功了让我们的教育部 改变了他们的既定政策 该守法的不守法 变成是我们是乱迷 看看他们在网路上 把我们传成什么样子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保守宗教的本质 他把我们推到一个非常奇怪的位置 让我们开始要往后退 往后退干嘛 我们不谈性了 我们不做爱了 我们要守真了 这一场战役 莫名其妙的 逼着整个社会 跟我们自己 要签下一个守真卡 我们签不签 不签 很好 问题是真爱联盟的事件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有人如果还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现在不能做 要等社会共识 这四个字记清楚 什么是社会共识 社会共识就是一个屁 真爱联盟 拖着联署书 他联署书怎么来的 我们都知道 怎么哄骗的 我们也清楚 拖着联署书到立法院 委员看到就说 哇这么多人联署 这有社会共识 这个教育政策有问题 拜托 我们游行这么多人站出来 这个不叫社会共识吗 这就是社会共识 我们拿回政治 把政客踢走 拿回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建造自己的生活 其实在同志教育的论战里面 我们所对抗的 不只是主流保守的恐幸的势力 我们所对抗的 还有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员和名带 在同志教育的论战里面 这些官员和名带 都只是拿出他妈的社会共识来当挡箭牌 什么时候真的发出我们同志的声音了 你也是一个选民 这些立委不是你选出来的吗 你可知道 你选出来的立委 在同志教育上 他是投赞成还是反对 我们希望 这些立委当选后 每一个议案都要回头来和他的选民讨论 在选民内形成共识之后 他才能够代表我们的意志进去讲话 而不是不管我们这些选民的声音 就只凭他自己的意象 在立法院里面乱来 我竟然这几年 竟然可以有 以同志的身份站在街头上 这么骄傲地站出来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看到 就是一个 身为原住民的同志站出来 而且身为原住民 应该更骄傲地站出来 因为在我的部落里面教导我们是 就是我们应该要有骨气 是站出来我们自己本来的身份 我在问我身边的原住民朋友 从我国小 国中到我大学 甚至在我社团里面的朋友里面 其实我问了很多同志朋友说 愿不愿意跟我站上台 愿不愿意穿上竹服 一起走上街头 为我们身为原住民的这个身份 骄傲地站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听到的是 全部都是拒绝的 对于很多同志 站在台上 尤其是在媒体面前 那个出柜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 那又穿上竹服 那个背后所背的那个 出柜的压力 其实是整个族 每个部落的那个模样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 其实是希望有更多 像我以前一样 不敢站出来的朋友 能看到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上一个月 在台南起从学校 发生了性侵事件 这凸显了 我们的政府 长期以来对 特殊学校的 性贫教育 非常的忽视 将性别平等教育 推动到我们特殊学校的必要性 这是刻不容缓的 然后教导我们的听障学生们 什么是性别 什么是自己 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同志了 然而当我们告诉我们身旁的大人 告诉学校的老师 告诉我们的父母说 我是同性恋的时候 他们的回忆是 你还太年轻 你没有办法确定你自己的性形象 我们希望社会能够正视青少年对性的需要 我们要告诉那些 以关心 以保护知名 行侵害我们性权利的大人说 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我们是同志 我们要做